谢娜 英采儿 影儿同穿丽服 三人差距真明显 她得罪了造型时 最近的综艺节目层出不穷 不过在几档亲子节目被告延时之后 一些夫妻档 闺蜜当综艺节目却如妻而止 其中一档妻子的旅行节目当中 谢娜不再作为主持人 而是以嘉宾的身份出现在了节目当中 因为另外还有英采儿 影儿等人的加盟 所以节目刚刚播出便受到了不少关注 不过影儿在这档节目当中 却受到了不一样的关注 从节目开播至今 影儿被冷落 还几等报道屡先不止 而这次又因为服装造型让人心生灵爱 在仙导片当中 可以看到几位人妇纷纷脱下变装 穿上了十分华丽富贵的欧式礼服 切纳和英采儿出来的时候 服装设计十分绚丽多彩 一看便是花了不少心思和成本的 穿在身上也让人感觉十分惊艳 美丽与性感显露如遗 不过当影儿出来的时候 一时之间唏嘘不已 与前两位女嘉宾的礼服相比 影儿的礼服不仅色调单一 款式极简 而且质感一看便知不如前者 也不知道是不是她真的和造型师有什么过节 本来很漂亮的姑娘穿上这一身礼服之后 颜值瞬间被另外两人打压了下去 而且气质都变成不像之前那般少女 显得老称压抑 这是得罪了造型师吗 也不知道影儿是怎么想的 毕竟这样的对比一看就能看出差距 如果是三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 差距就更加明显了 不过就算是影儿穿着简单 毫不齐眼 但是在她的老公眼中 就算她没有华服 想必眼睛里面也只有她一个人吧 虽然之前因为数字小姐 她一度被推香了风口浪现 但是她在否认之后 一心一意拍戏 尽职尽责的态度 慢慢让人闭上了口 不加官员 请你认识 请你订阅